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方世界联合对付中国 特别是促进美欧之间的协调 为什么呢 因为西方世界整体对中国崛起 本来就有疑虑 一直有声音呼吁加强协调 但是特朗普把盟友关系搞得非常糟糕 欧洲国家对他尤其反感 所以虽然美国一个劲的要求欧洲在对华政策上配合自己 去年9月美欧还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高级别的对华政策协调会 但是可以这么说 只要特朗普还在台上 美欧协调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现在不一样了 拜登初步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以后 在欧洲 在美国加强美欧协调的声音一下子就起来了 欧盟委员会相当于欧盟政府在去年12月发布了一份文件 叫做《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 呼吁美欧在四大领域加强合作 拜登团队也对美欧协调表现出了强烈的意愿 这个都是在政府层面的 在智库层面呢 这种声音就更多了 可以说声势浩大 对我们来说 这个趋势太重要了 因为现在情况下 美欧加强协调 我们中国一定会是受影响最大的国家 这个不需要怀疑 问题是 美欧协调到底能走到哪一步 对我们主要的压力点会在哪里 最终呢 会不会形成一个 对付中国的统一战线 那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这期讲座就来看一下 现在西方正在热议的美欧协调 先来看第一部分 为什么中国是这次美欧协调的主要目标 美欧呼吁要加强协调 这肯定不是第一次 但是这次美欧协调将和以往有个最大的不同 那就是中国是美欧协调最主要的目标对象 换句话说 他们协调的重点就是对华政策 要知道 这个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有些专家呢 说这是美国人在推动 因为怕中国挑战他的地位 但是要说美欧协调对付中国 完全是美国人的主意 欧洲完全是被动的 那也不是事实 你要是去看一下欧洲智库的话 这方面欧洲人的声音可不弱 这就带来了一个源头性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会成为美欧协调的主要目标 是不是我们已经强大到和他们水火不容的程度了 我们再往下问一句 美欧协调的最终目标 是不是要形成一个统一阵营来和中国对抗 就像冷战时期联合对付苏联一样 那关于这些问题 我这里有一份报告 大西洋理事会2020年12月出台的 篇幅不小 一共45页 题目叫做全球战略2021 副标题是应对中国的一项联盟战略 大西洋理事会我们以前介绍过 美国知名的智库 共和党的背景比较深 这家智库出的报告非常多 但坦率的讲大多数是短平块 我这里一般不大愿意用 不过他偶尔出的大报告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那这篇大报告下的功夫也很大 实际上是一个所谓的地时工作组搞的 这个地时你肯定知道 就是英国首相约翰逊发明出来的一个词 意思是十个所谓的民主国家组成联盟 那这个地时工作组不光是给美国 也是面向整个西方联盟出谋划策 可以这么说 想要了解美国在加强联盟对付中国方面的想法 这份报告是必读材料之一 但是我这里要给你介绍的并不是这份报告的正文 而是他的前言 前言谁写的呢 美国重量级学者小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的教授 曾经当过美国助理国务卿 当过助理国防部长 到中国来过好多次 这份前言可以说是整篇报告的精华所在 他说在中国问题上美欧必须协调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美国或者欧洲呢单独都应付不了 你看啊这个说得很清楚 不过这种话没有什么新鲜的 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少人都在这么说 但是他这里啊 在说中国挑战的时候 有两个观点和很多人不一样 哪两个观点呢 第一明确否认中美新冷战的说法 新冷战这个词啊 你肯定看到过 美国不少人都在这么提 我们国内呢 很多公众号文章也在这么说 但是这篇前言就说 这是错的 完全误解了新挑战的性质 为什么呢 因为中美虽然有意识形态分歧 但是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竞争 他说中国没有向外输出意识形态 而且呢中国对西方的威胁也不是在意识形态上 这个和当年美苏冷战没有可比性 言下之意是什么 言下之意是原来特朗普政府搞的那套做法 什么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啊 禁止共产党员去美国 这种人为挑动和激化意识形态 反华反共的做法 根本上就是错的 那在报告看来 中国对美国和西方的真正挑战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那就是第二个观点 中国对西方的挑战啊 是体现在力量平衡和规则两个方面 力量平衡啊很好理解 中国实力增长太迅速了 原来的所谓平衡被打破 那规则方面的挑战怎么讲呢 报告的意思是 中国已经在修改国际规则了 他还打了个比方 说中国和以前的挑战者呢不一样 对于西方国家定下的国际规则 以前的挑战者是直接掀桌子 中国不是 中国是把桌子呢撬起来 让他倾斜一下 以适合自己的利益 这个比喻说实话 我看了他们那么多的报告啊 也是第一次看到 应该说呢 他反映了相当一批西方政治精英 对中国的看法 我们心里啊要有数 接下来啊 报告还说到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美欧协调对华政策 最终是要干什么 是不是要形成一个对付中国的联盟 就像冷战时期啊 美欧共同对付苏联那样 报告认为显然不是 他说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的想法 过于简单了 没有看到中国对西方的挑战有多么复杂 报告说 中国现在已经深深的融入了国际体系 切割或者脱钩的代价都太高 那西方怎么办呢 选择不多啊 用报告的原话来说 只能被锁定在对华合作性竞争 cooperative rivalry 这样的一种状态 你看啊 这个词组完全是新造出来的 合作是形容词 竞争是名词 重心在哪里呢 可以说一目了然 我补一句 这个词很可能成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主基调 但是呢 报告又说 在实际操作当中 这个合作性竞争意味着美国也好 其他西方国家也好 对中国呢 必须同时做两件相互矛盾的事情 一个是合作 一个是竞争 那这个难度太高了 美欧必须加强协调才能应付 这个说明什么 这说明美欧协调实际上呢 不光是要协调 怎么和我们对抗 怎么和我们竞争 另外呢 怎么和我们合作 合作到哪一步 他们也需要协调步伐 所以呢 这次美欧协调呢 也是多层面的 目前来看啊 他们还没有把建立对付中国的 所谓统一战线作为目标 但即便如此 美欧加强协调 仍然会对我们构成压力 毕竟啊 这次协调的主要目标对象 就是我们 而且这种压力小不了 这点绝对不要心存侥幸 我们关心的是 下一步对我们威胁最大 压力最大的是在什么地方 好 看第二个问题 美欧协调对我们真正的压力点在哪里 对于这个问题啊 说法很多 可以说纵说分云 有的分析文章说呢 美欧下一步协调对华政策的重点 是在军事上 国外也有这个声音 北约这个组织啊 你肯定知道 就是美欧为主体的军事同盟 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呢 去年曾经公开说过啊 中国对西方的挑战 主要来自军事 说中国的核武器和洲际导弹射程 可达欧洲 北约盟国呢 必须共同面对这一挑战 在智库方面 国际战略研究所 WIWS 我们以前呢 也介绍过 总部设在伦敦啊 业内名气非常的大 12月呢 出台了一份报告 叫做成为全球安全角色的中国 对北约的影响 他也是这个思路 强调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 说什么呢 说美欧要在北约这样一个同盟框架下 加强联合 共同应对中国 说实话 这类文章 我们中文媒体上 同样能看到 别人啊 微信转给我的就有不少 那么 对于这种声音 我们怎么看 简单的说 不用关注 为什么呢 第一 中国对欧美构成军事威胁的说法 和事实差得太大 光凭我们的洲际导弹 能够够得到欧洲 就说我们威胁到他们 这个逻辑都不通啊 属于硬说 第二呢 即使美欧真的要在北约框架内啊 对中国搞军事上的统一战线 那他们资源也不够 要知道 北约规定每个成员国呢 一年的军费开支 必须达到GDP的2% 事实上 很多欧洲国家 包括德国在内啊 根本不愿意花那么多钱 多少年了都达不到2%的标准 为此呢 美国和他们吵过了无数回 所以啊 这种说法听过就算了 不用当真 那美欧下一步对华政策协调的真正重点 到底是在哪里呢 从这段时间各大智库的报告来看 这个重点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那就是技术和贸易 而且前面我们提到的欧盟委员会那篇报告啊 也明确提出要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叫做欧盟美国技术和贸易理事会 负责协调这方面的政策 可以这么说 未来对我们真正的压力点就在这个领域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 美国哈佛大学的贝尔福中心和德国对外关系理事会 这两家智库呢 成立了一个跨大西洋战略小组 经过一年的时间 在去年12月份出台了一份大报告 为美欧协调出谋划策 这份报告呢 洋洋洒洒八十多页 包括八个部分 其中呢 涉及技术那一部分就建议 尽快建立一个跨大西洋技术论坛 作为美欧协调的大框架 美国方面呢 应该由白宫来设立一个技术事务协调人 这个人最好由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担任 我这里解释一下 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 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任 级别已经相当高了 那欧洲方面呢 应该设立一个技术事务特使 负责和美方对接 另外呢 北约内部也要设立一个技术事务特使 那欧委会建议的那个欧盟美国技术和贸易理事会 则是作为这个跨大西洋技术论坛的次一级机构 负责具体事务 你看啊 这个框架设计就绝对不是小打小闹了 那这个框架主要协调什么呢 报告说 首先要协调双方在数字经济上的矛盾 要知道啊 美欧在数字隐私规范 数字税收这方面分歧很大 欧洲呢 实际上想用这些规范啊 税收啊 把谷歌脸书亚马逊 这些美国的科技巨头啊 挡一下 好搞自己的数字主权 但是你也知道啊 美欧在数字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太大了 我这里呢 有一份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 在2018年呢 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ICT 那ICT产品和服务 对欧盟的出口是多少 是1880亿美元 对中国的出口呢 是185亿美元 你看啊 差了一个零还不止 那ICT产品和服务的进口呢 美国从欧盟进口 1070亿美元 从中国呢 进口84亿美元 同样差了十倍还多 要知道啊 这是在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前 这个数据还没有被扭曲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美欧数字经济方面的纽带啊 有多强大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 这份报告说啊 美欧在技术领域 想要真正的形成 对中国的协调 要先把数字经济方面的矛盾呢 理一理 放一放 那有了这个基础以后 第二步 美欧就要协调 关键技术的研发和生产了 双方下一步呢 要尽快在5G 人工智能 这些领域 加强合作和中国竞争 报告还专门强调 如果西方自己啊 拿不出性价比差不多的产品的话 那就不可能打败中国企业 所以你看啊 这份报告展示的是一幅 宏大的全景式的构想 听到这里呢 你可能会问 这是智库报告说的 那会不会 这只是这帮智库专家的一厢情愿呢 我想告诉你的是啊 他们这个跨大西洋战略研究小组 和拜登团队之间 有比较好的沟通渠道 而且呢 类似的宏大构想 在其他一些智库报告中啊 也有出现 所以下一步 这很可能是个方向 我们呢 要准备好 美欧在技术领域的协调行动 很可能啊 会动静很大 如果我们从宏大设计的这个层面啊 往下落啊 美欧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会怎么做呢 我这里啊 有一篇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报告 这家智库我们在第一季就介绍过啊 属于规模不大 但实力很强的那种 去年12月呢 它组织了欧美几位权威专家啊 联合撰写了一份大报告 叫做在高技术问题上 与中国打交道 副标题是 美国欧盟和志同道合国家 在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观点啊 这个题目是比较长的 那这份报告证文也很长 68页 总共呢 有9个部分 把美欧在技术问题上协调对华 讲的是比较透的 那其中最重要的那部分 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啊 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CSIS 负责技术领域的高级副总裁 James Lewis 你注意啊 这一部分实际上就讲了 美欧技术领域协调的具体做法 一共呢 是三条途径 第一条途径是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上的协调 你肯定知道 标准制定对于技术来说有多重要 标准实际上就是一种技术权利 这篇报告就说中国在这方面的参与和影响啊 都在急剧上升 欧美企业已经不利了 所以呢 必须加强合作抵消中国的影响 这个国际标准领域的美欧协调呢 我在之前的讲座中已经提到过了 这篇报告这方面没有讲出太多的新东西啊 不再细说了 我们看第二条 第二条呢 是加强投资筛查的协调 什么意思啊 实际上就是对中国收购他们的企业 进行联合审查 我们知道啊 中国资本到欧美去收购当地企业 特别是技术类企业的时候 要通过他们的审查制度 什么可以卖给我们 什么不可以卖 但是呢 以前他们是各管各的 报告说这个不行 这给中国企业留下了漏洞 因为中国在一个国家的企业收购 被拒绝以后呢 马上会转到另一个国家 下一步呢 美国和欧盟在这个关键领域啊 要紧密协调 把联合审查搞起来 把情报信息交换搞起来 不能给中国企业机会 你看啊 这第二条是要防我们进去 还有呢 要防他们那里出来的 这就是第三条 技术出口的控制 那怎么加强美欧在技术出口控制方面的协调呢 在这里啊 报告提到了一个国际机制 叫做瓦森纳协定 这个名字我们平时可能很少听到 但实际上这个机制是特别重要的 我稍微多说两句 瓦森纳协定呢 又叫瓦森纳安排 它的前身就是冷战时期 著名的巴黎统筹委员会 简称巴统 核心功能就是防止苏联和东欧国家呢 获得西方技术 可以说就是搞技术管制起家的 那冷战结束以后呢 巴统演变成今天的瓦森纳安排 还是搞技术出口管制 主导的当然还是美国 那这个机制现在有42个国家 美国和欧洲国家加起来呢 占了绝大多数 所以你看啊 美欧要在对中国技术转让方面搞协调 这个机制可以说是个现成的平台 实际上美国政府早就开始动这个脑子了 那为什么好像没有什么进展呢 这篇报告就解释了 他说因为瓦森纳安排主要管制的是军用技术 和军民两用技术 但是呢 现在技术发展的太快 要明确定义某项技术是不是属于军用的 或者说是不是属于军民两用的 往往这个很困难 那报告说的这个理由成不成立呢 当然成立 但是这份报告故意漏了更关键的一句话 今天的美国啊 不是要防止中国得到军用技术 或者军民两用技术 而只要是关键技术 不管你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 美国都不想让中国得到 但是呢 他要用瓦森纳安排来实现这个目标 就有问题了 因为有42个成员国 别的成员国会说 某种技术啊 比如说高精度的芯片 那不是用在军事上的呀 那为什么要套用我们这套机制来管制呢 所以报告说 瓦森纳机制啊 已经落后了 需要更新 怎么更新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大机制里面 再弄一个小机制 这个小机制啊 覆盖面非常的有限啊 只盯着几项关键技术 你看这样一来呢 也不用管它是不是军用 或者是军民两用的了 那参加的成员有谁呢 也不用那么多国家啊 仅限于实际生产这些技术产品的国家就可以了 讲到这里呢 报告还举了个例子 说啊 现在中美之间关注度最高的就是芯片 或者说呢 半导体制造 那现在世界上的半导体制造设备 实际上就依赖四个国家 哪四个呢 美国 日本 荷兰 和德国 全部都是瓦森纳机制的成员国 那只要把这四个国家 形成一个多边管制机制的话 就可以在瓦森纳安排里面 形成一个小机制 那其他关键技术呢 也照此办理 再去找那几个关键技术国家 把它们凑起来就可以了 你看这样操作就简单多了 这就是这篇报告所说的更加灵活的瓦森纳机制 到这里呢 我提醒一句 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 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做 那它在国际上对我们搞技术封锁的能力 就会成倍增加 说到这里呢 你也清楚了 下一步美欧协调啊 真正的重点就是技术领域 同时呢 也是我们最大的压力点 而它对我们的具体影响 就要看美欧协调的程度有多深 能走多远了 那这个问题呢 就涉及到这次美欧协调的制约因素 也是这次讲座第三部分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美欧加强协调肯定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的美欧协调啊 实际上都不太顺 为什么 根本上说就是美欧之间存在利益分歧 那这次针对中国的协调会不会是这样 当然也会啊 很多智库报告都讲到了 欧洲愿意和美国协调应对中国崛起 但同时呢 也强调啊 欧洲和中国的贸易利益 那这种利益分歧 是对这次美欧协调最根本的制约 时间关系呢 这里就不细说了 再看另外一种制约 我们中国的政策 近年来啊 我们国家在推进全球化方面 做了很多实施 光是2020年就先后签了RCEP协定 和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啊 我们管它叫BIT或者CII 那这些事情做了以后呢 美国在国际上要孤立我们联合其他国家和我们搞脱钩啊 就越来越难了 那从我们今天讲的美欧协调的角度来说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对冲作用呢 最强烈 那现在担任拜登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杰克·萨利文 就对欧盟签署中欧协定呢 表示不满 意思是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怎么不听我们招呼呢 不是说要加强对华协调吗 怎么你们就抢在拜登正式上台之前 先和中国把协定签了 那从智库的角度来看 所有大力呼吁美欧协调的智库 谈到中欧协定的时候 基本上都在批评 那从这里啊 你就可以看出来 这次中欧协定对美欧协调的冲击有多大 英国智库皇家研究院 也就是著名的Chatham House 今年一月份呢 出了一篇报告 题目叫做 重新联合美国盟友的对华战略 他一开头就说 欧盟决定签署投资协定这件事情 清楚的表明 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够大 而贸易和投资呢 也具有诱人的吸引力 他的结论是 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啊 不能过于激进了 中国是竞争对手 但不是敌人 否则美国会把好多盟友都吓跑的 你看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对冲作用 那这次美欧协调面临的主要制约 是不是就是这些呢 也不是 我们来看第三点制约因素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 那就是欧洲试图重组美欧关系 要知道 这次的美欧协定啊 和以往相比啊 有两个最大的区别 一个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中国是主要的目标对象 前所未有 那第二个区别是什么呢 那就是以往的美欧协调 主要是修补裂痕修复关系 但这次啊 可不是修复关系 而是美欧关系的一次重组 你看啊 重组和修补 这是结构性的不同 区别太大了 那这方面说的最透彻的 就是欧洲对外关系理事会 简称ECFR 2020年年底啊 出台的一篇报告 ECFR这家智库啊 我在第一季的时候就介绍过了 属于欧洲一流智库 对欧盟机构和欧洲各国政府的影响啊 都比较大 这篇报告呢 有九名欧洲专家撰写 他的主旨 直接体现在他的题目上 题目是什么呢 新的跨大西洋协定 面向转型 而不是恢复 我们来看一下 报告说呢 拜登当选以后 欧洲有不少人呢 终于松了一口气 拜登啊 也明确提出 要恢复原来的美欧跨大西洋关系 但是到这里呢 报告加了一句话 我引一下原文 原文是 这种承诺恢复原有关系的唯一问题是 这是一种幻影 为什么这么说呢 报告说啊 传统的美欧关系是这样一种结构 美国呢 当世界领导者 欧洲盟国呢 则作为最关键的支持者 但现在美国当世界领导者的意愿 已经大大下降 欧洲在特朗普时期 被迫开始搞战略自主了 那战略自主一旦搞起来 欧洲不会因为美国总统换人了就放弃 所以原来的结构实际上是回不去了 既然回不去 也就无所谓恢复 那美欧协调怎么办呢 报告接下来说的很直接了当 甚至有点漏股啊 你美国不是想要欧洲在印太啊 也就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 帮助你对付中国吗 可以啊 但是我们得平等的讲一下条件 讨价还价一下 你注意啊 这个话就很不合常规了 那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欧洲要和美国平等的找到 管理分歧的办法 不要等到拜登上台以后啊 美国给欧洲一个什么方案 而是什么呢 而是欧洲要先给美国一个方案 一个新的跨大西洋交易的方案 这些话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没啥特别的 但是你要以前关注过美欧关系的话 就觉得这个话很出格了 这就是报告说的这次美欧协调呢 要的是一种关系的重构 而不是关系的恢复 我这里啊要强调一下 这种理念可不光是几个大智库说说而已 实际上它已经开始落实到政府层面了 我前面提到的啊 欧盟委员会呼吁加强美欧协调的那份文件呢 和这份报告实际上是同一个月出来的 那这份文件出来以后 有些自媒体文章就解读说 你看欧盟真是迫不及待的要巴结美国新政府啊 拜登刚刚初步当选 就已经提出合作方案了 那是这样吗 你往深里看就会发现啊 体现欧洲要和美国合作的意愿只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呢 这种主动提要求 主动拿方案的做法 对欧洲来说是很不寻常的 实际上就是欧洲要为下一步的美欧协调定调子 要重新建构美欧关系 要知道这一点可太重要了 可以说直接影响到这次美欧协调能走多远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啊 在中国问题上 美欧因为利益不同 着眼点不同 要协调起来 本来就不容易 现在呢 欧洲还把重组美欧关系这么大一个算计打包在里边 那协调的复杂程度啊 一下子就上去了 美欧之间的博弈也会大大增加 所以他对美欧协调的制约力度啊 绝对不亚于其他因素 那说到这里呢 西方正在热议的美欧协调 基本上就讲完了 我们今天说的 只是这次美欧协调的基本线索和趋势 实际上 中美欧这个大三角还在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啊 很多事情啊都没有定型 其中呢 我们中国下一步如何出牌 如何发展将对这个大三角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我们说啊 面对高度不确定的环境时 把握自身这个变量 是把握所有外在变量的基础 对国家是这样 对我们个人也是这样 好 这一期全球智库报告解读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两期再见 你